解吹龍之駕作佛計故事,我又編了一個佛計故事 話說以下只是我作的,不存在的這件事 又是佛祖,即是釋家每個星期開大會 他是逢每個星期三的十點半開的 跟篤士克武的時間一樣,有什麼意思呢? 他就開了,結果帶弟子來道,釋家老師 新弟子遲了半個小時,釋家說我了解一下 他說他沒什麼時間觀念,他因為喜歡做事 家裡的日子都做了,他才來開聚會 你預計以後都會遲到十點半,都會遲到十點十點 有時早就十點十,假如第二個星期又開聚會 帶弟子進來,釋家老師,新弟子,他遲到了 發祖說我上次就跟你說了,時間是十點半 遲了就十點半,你自己預計吧 你預計他真的遲一點到,好嗎? 說完,第三個星期如次,第四個星期如次 第五個星期如次,第六個星期如次,第七個星期 釋家說,你今天講夠了沒有? 你講七次都不完的 我二弟子,之前幾次有大弟子說的 你都聽到他說的,是不是? 你是不是要重複七次才肯完 真是佛都有火 這個就是我創作的一個就是 一段說話重複投訴多次 原來釋家都未必能等得到 好啦